马铃鱼主力外野手OZUNA,昨起,叶利奇,施坦顿全都被交易出清,资料照,法新社,体育中心综合报导,永远的杨基队长基特接任马铃鱼执行长后致力于压低团队薪资,今天在交易走叶利奇,上季先发三人,加上不许约的林姆伊朗,主力外野手全都换过一轮,新的一年省下超过5000万美元之多。 基特在上季末接手马铃鱼,明确喊出降低团队薪资的目标,马铃鱼外野解体最早是不执行林姆伊朗选择权,省下200万美元留人,接着在12月交易走今年年金1050万,剩余合约还有三年3800万的二类手哥登D.Gordon,然后在汉阳基完成重磅交易,把今年年金2500万,握有10年219000, 两百万破美国职业运动时尚最贵天价合约的惯例男史坦顿送走,再来是今年年金1000万的欧苏纳,马铃鱼不执行林姆伊朗选择权, 一度掀起热议,资料照,法新社,队友接连被售出,也引起叶利奇不满,经过多篇的周旋,马铃鱼今天成全叶利奇想走的心愿,将他送到酿酒人,马铃鱼则换来四名小联盟球员,加上叶利奇今年700万美元,光是外野四人离队,马铃鱼新球器就省下4400万,再涵盖内野的戈登。 总共5位球员就多出了5450万,约新台币15,7亿薪资总额,而不守瑞尔木托,J,T,Ramuto也有其他球队感兴趣,正代价而沽。 今天告别叶利奇,上级马铃鱼四名外野手全部离队,目前登陆40人名单的外野手中,仅剩三名还未在大联盟打出成七的20岁出头选手。